由玛雅利老师和30位学生 共同展出的75幅作品 亮丽的新流玛雅利西化艺术师生展活动 目前在吉安乡的浩克艺术村展出 展出的内容以树描、油画以及色铅笔等形式 描绘的花卉、风景、人物等等内容 从即日起展出到11月2号 外头虽然下着大雨 您不妨来到市内看着陶冶心灵的一场画展 疫情期间学习绘画是书压养生最好的方式之一 毕业于河北省工艺美术学校 师从多位台湾艺术家的玛雅利老师 经历多年学习与创作 日前在吉安浩克艺术村 与30位学生共同展出75幅画风亮丽的作品 新流玛雅利西化艺术师生展 新绘跟着行运流水走马 原来新流是心理学里面 全神望我完全投入的一个名字 所以终于长智慧了 在我们浩克艺术村 带来满满我们马老师师生75幅的作品 30位加老师31位的呈现在后科艺术者里面 马雅利老师在地方艺术领域经验多年 在慈基大学 花联文化局 美术馆等都有开班授课的 丰沛经验 此次参展有学生 上班族 家管 推出人士等 在马老师的用心指导下 虽然学习会画时间不长 但都交出美丽的作品 当我们全神贯注做一件事的时候 是会忘记时间 忘记吃饭 忘记睡觉 但是画画就会让你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状态 那达到心流有什么好处呢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你能够获得灵感 本来我们预计是要展出40幅 但是现在我们展出了总共75幅 就可见每一位参展者都非常踊跃参加这一次展出 而且也很珍惜这一次结果31位参展者 那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参展者都能够在这段期间 叫上你们的亲朋好友来这边来看我们的作品 展出有花卉 风景 人物 宠物等 以素描油画及色铅笔等形式 每幅作品栩栩如生 微妙微笑 这也起展出至11月2日 欢迎民众来尝试那陶冶心灵的艺术饗宴 记者长帮燕姐安相报导